您有没有考虑过习组接班人的问题呢? 那这个是全国人民都在考虑啊,是吧? 这个,这个,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好,我们这个国家领导人是这个,这个应该说也是非常愉秀的啊。 您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国家领导人,以后接班人的问题呢? 这些不是我们想的事情。 您做来的全大代表,您觉得有没有这个事情可以考虑一下呢? 目前没有考虑这方面的事。 未来这个习组级的接班人问题,您有什么考虑过呢? 谢谢,谢谢。 那么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做接班人呢? 我,谢谢你。 中央禁止这个地级红高级黑的,听说过这个。 那我多少听说。 您觉得什么是高级黑,能不能讲过? 中市区。 什么是高级黑,特别有谈的讲到的。 就现在已经一周年了,那么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形势,您觉得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呢?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和风险呢? 能不能谈一谈。 这是对于这个中国的网络封锁,还有这一块,您有没有一些关注哪里来,哪个部门啊? 这学校里面现在有没有要求老师安装学习强活这个软件? 有,要求每天都得学习达到一定的分数,好像是达到三十。 高级黑呢,就是说表面上可能说的那冠冕堂皇,但实质呢,给人的感觉是对我们国家,对某些政策有一种,像错误的方向导引的那么一种。 我感觉哈,有可能是这样的,这要领袖也未尝不可,因为我们是需要这么一个核心。 现在呢,也必须有这样一个,各位权威的领袖,来带领我们走向世界。 因为我们中国有这么一个传统,你如果说没有核心的话,很可能就是一盘三十。 我感觉只要是身体好友。